这队躲在树上的兄妹正在被追杀 丝毫不敢有半点动静 只见陈真手臂上的伤口鲜血直流 恰好滴在了马贼红豹的冒烟上 好在小妹及时用手捂住伤口才没被发现 一行人见搜寻无果便离开 陈真和小妹也往反方向跑去 随后两人跑到一处排水区 不料马贼大当家红飞早已埋伏在此 此时小妹拼死抱住红飞小腿 并狠狠一口咬了上去 红飞也是被逼几眼直接单手拎起小妹 随后双手使出应手重击兄妹二人 此时上空突然飞下许多油瓶点燃地面 正是梁瞎前来援助 陈真抓住空档抱起小妹往后逃去 回去后的红飞让手下们去守住上海所有的医团 陈真的妹妹被我的阴手打伤了 但是发作的时候呢 一定会打她妹妹去看病的 不出所料陈真抱着小妹来到了医院 而此时医院已被蔡学妇红飞等人控制 一群手持棍棒的咔了咪早已埋伏在此 陈真看到小妹呼吸越发急促 没有和对方过多纠缠就往外跑去 一行人也紧追其后 情急之下陈真翻进了一个围院 众人追上一看是日本人的地方 直接被吓得落荒而逃 而缘分也是如此美妙 陈真闯进了这里 正是她的女神武田有美的住所 两人把小妹抱到房间 但此时小妹的伤势过重已经命在旦夕 只见她从腰包掏出一碟钱交给陈真 要陈真答应她不要再打打杀杀 还有一定要离开青帮 还责怪自己没用不能再照顾陈真 随后便口吐鲜血而亡 陈真抱着小妹也是哭成了泪人 一旁的有美见此情形也是泪如雨下 可有美一同安葬完小妹后 陈真内心发誓定要为小妹复仇 隔天便置身来到了金虎堂 随后众人便把陈真团团围了起来 陈真失去妹妹的痛苦在这一刻全部爆发 当场复刻了叶问一个打十个的名场 带头小伙想溜走 杀红眼的陈真又怎么会放到她 随后陈真便来到后花园 不料被四人设下埋伏用麻绳绑住 几人抽起斧子就要砍向陈真 陈真低头躲过后看到脚下有危险 顺势接一击后空翻 再跳起双脚一字马侧踢 随后挣脱绳索轻松解决余下两人 金虎被吓得是直喘粗气 点赞关注看下集 两人